国际资安组织大会举办台湾资安大联盟启动仪式 副总统和书发部长都亲自到场参加 肖美琴致辞时就表示完善的资安环境 不只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一大核心 更是全球高科技产业的一大保障 台湾资安组织大会时日上午在台湾文创大楼 举办2024台湾资安大联盟启动仪式 除了集结了国内外多家资安厂商以外 副总统肖美琴、书发部长黄晏南 和数位产业署署长吕正华的人 更是亲自到场支持 总统赖清德也录制了影片致意 显示政府对资安的重视 此次活动主席蔡叶郎致辞时表示 台湾资安大联盟在政府的鼎力支持下 让国内产业能与国际资安社群接轨 肖美琴也表示台湾的五大信赖产业 必须建立在资讯安全的核心之上 我们从检讨的角度来讲 也必须要有一些反省 也就是说 以台湾在全球地缘政治上 以及我们整个高科技产业的核心角度来说 我们整体的资安 不管是法规、规范、标准 或者是成为每个人生活的形态的一部分 甚至是大家的警觉性 都还没有符合 我们该有的全球对我们的责任以及期待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点落差 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未来重点要发展的五大信赖产业的核心 以及基础贯穿所有的五大产业 就是资安 没有资安就没有五大信赖产业 可以有五大产业 但是这些产业不会被信赖 而台湾资讯安全协会理事长图瑞胜则提到 联盟成立后的终期目标 三个分别为培养国内资安人才 对接国家资安政策严密 以及整合国内资安服务 以完整的资安解决方案 让台湾资安迈向国际 一定主要有任务 短期的任务有三项 大日标会有八项 那是长期任务的责任 那这三项的部分 包括一个是 推动贴限国内资安人才需求的培育 第二个是 对接国家资安政策的领域 第三个是 联合国内资安产品及服务 以整合解决方案的方式 迈向国际 这个是我们反中期要做的事情 那暂时也希望政府的资源 跟在推动资安产业 及国家资安任性的同时 我们多考虑 多关注一下 国内的资安本土的系统 而赖琴的余小米琴都有提到 台湾作为地缘 政治里敏感的存在 所面临的资安风险与强度 跟其他国家相比更为严峻 因此在法规建构 技术推进 人才培育 跟开拓市场方面 政府都尽力配合协助 让台湾成为更坚韧的资安之岛 记住王浩田在被采访报道